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以绘画和摄影表现其艺术理念 他们作品的图像具体而为 并且跟现实世界的视觉经验有共同感 我们先谈韩湘宁 1960年毕业于台湾师大艺术系 同年加入午夜画绘 这个时期的作品多半是重于造型和空间的抽象绘画 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喜爱影像 韩湘宁在1967年从台湾移居纽约 他曾经受到极简跟普普艺术的影响 在创作上开始使用喷枪作画 韩湘宁柔和了点彩跟纽约的摄影视觉影像 用望眼镜观景象在空气中浮动的例子 犹如雾气朦胧 演映了薄纱的灰色调 在1970年的时候 韩湘宁在纽约法兰兹画廊所举行的各展 极弹系列的作品 之后以普普的观念加入极弹的纽约 跟附近的工厂的影像 用压克力颜料喷一画布 开启了他照相写实绘画的语言 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风格 在北美馆典藏韩湘宁的作品《王子街》 他是描写具有风格的街区 他特写巨大的独特的建筑物 宛如覆盖一层薄纱的灰色调 使观看的感觉深邃有视觉的韵味 再来看陈世民这位艺术家 他是1948年生意彰化 70年代国立一专毕业之后赴西班牙求学 1976年毕业于马德里的费南多艺术学院 陈世民在1977年从西班牙返台 他的抽象构成绘画 蜕变于扎实的具象的写实绘画 以及勿我凝视心灵锤炼之体悟 他从具象转变之抽象 其间有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 甚至于是一种内在需求的转化 简言之陈世民的绘画 反映他的艺术哲学 跟修行导出的视觉语言 陈世民的艺术核心观点 是形色材质在空间的足够 我认为他一语点出的追求造型艺术的 这件作与1992年 是属于抽象构成系列的绘画 这件作品以几何原色色块 组合构成主体画面 简约明朗的色彩 借以黑白之间 是一件表现形色光影在空间足够的理念 一件重要的代表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